人生五百岁 百岁富如何 古来英雄士 各已归山河 古往今来 多少皇尊贵族大兴土木 建造华丽宏伟的墓地 显示自己身份尊贵的同时 还有着造福子孙后代的墓地 然而 有一位奇人却不这样认为 他就是天下三分诸葛亮 一统江山刘伯温中的刘伯温 他认为人不必依靠豪华的墓地 让后人纪念 明像诸葛亮 张良等人 虽只有一座土木 却无人忘记 古称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 刘伯温此人就出生在南田山 武阳村中 或许因为这里是号称 万山之巅的南田 因此人杰地灵的南田 孕育出了天资聪颖的刘伯温 人说三岁看老 刘伯温从小就由父亲启蒙识字 结果父亲叫到他时 发现这孩子不但过目不忘 而且阅读速度奇快无比 便高高兴兴地送他去读书 刘伯温的天资随着他的成长逐渐显露 十二岁时便考中秀才 获得神童一成 被人称为神童的刘伯温 并没有成为伤众勇 而是继续学习 他天性好学 十四岁就进入了俊阳读书学习 因为自身的好学 再加上过目不忘的本领 刘伯温学习经典时一点极通 学习速度无人能及 学习春秋时 刘伯温没有被他的隐晦傲色 严谨一身吓退 通读两遍后就顺利将其背诵 还根据文艺表达自己的观点 说出不同的想法 当时的老师还多次考核他 试探他的学识 然而刘伯温只要过目的文章典译 就能张口就来 这让老师都惊其不语 认为他是天将奇才 以后必然会大有作为 此后刘伯温离开学府 拜政府初为师学习成诸理学 他在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同时 熟读其他派别的典议 对诸子百家都有涉及 做到了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为以后的作为埋下了伏笔 而一次偶然的相遇 更是让他发现 《奇门遁甲》这本奇书 并就掌握了丰富的 奇门斗数知识 回乡后出了名 大家都说他有 未争诸葛孔明之才 刘伯温扶持朱元璋夺得天下 不但算到了朱元璋的器语 还算到了何人继承皇位 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 话说朱元璋夺得皇位后 因自己是草莽出身 忧愁别人同自己一样来夺得皇位 就想看看谁能继承自己的皇位 明朝帝国气韵如何 便询问刘伯温 刘伯温当时回答说 嫡系的太子虽然是嫡系 但是也要防止别人来谋害他 朱元璋听后很不解 问他哪里需要防范 刘伯温就告诉他 都城虽然看着牢固 但是只怕会有燕子飞来驻巢 果然朱镖虽然是太子 却去世太早没有继承皇位 反而是皇孙朱允文继承了皇位 之后不久 燕王朱弟从北京开始起兵造反 在静难之意中夺取了侄子的皇位 成为了皇帝 不得不说 刘伯温真是算无遗漏 除此之外 在朱元璋未称帝之前 刘伯温也多次补算时事 为君分忧 朱元璋还在当吴王的时候 江南突然气候干燥多日 不曾下雨 百姓困于干旱无法耕种 朱元璋对此忧愁不已 便问当时执掌天文的刘伯温 该如何是好 刘伯温禁言说 天不下雨是因为有天大的冤屈 只要为牢狱中错盼的人评冤 天就会下雨 朱元璋立即派人重审冤案 为人评冤 说来也巧 当朱元璋将抓错的人放了以后 没几天 江南就下起了大雨 解救了百姓 无论这件事是巧合 还是刘伯温预测天气算道的 他的才能都让人惊叹 刘伯温此人 不只能算身前事 对身后事也十分了解 晚年的刘伯温 并不得朱元璋唤心 还多次遭人算计 刘伯温明白时局 算到自己的结局 也算到了 待他死后 朱元璋会重新重视 他的言语和子孙后代 于是 他告诫子孙后代 不得学习天文知识 不得学习奇门遁甲 将书呈献给皇帝后 归于平淡 并且在多年后 将自己临终之言告诉皇帝 果然 同他料想的一样 刘伯温死后多年 朝廷开始对他追风 并且运用他的思想 生前之事无可奈何 身后之事 了事如神 多年后 明朝灭亡 清朝当政 公元1644年 清朝入关 一路大杀四方 一位带兵的王爷 在班师回朝之际 路过了刘伯温的家乡 刘伯温在世时 虽然没有封王败相 但是他死后 得到了明朝几代皇帝的 追风于称赞 在百姓中也颇为传奇 于是这位王爷突发奇想 想要挖掘坟墓 来看看刘伯温 到底有什么神奇 刘伯温死前告诉家人 只需要一捧黄土 将他按平民百姓的 规格埋葬就行 不必大费周章 所以这位王爷 轻易便挖开了他的墓穴 墓穴打开后 里面立着一块石碑 只见石碑上清楚地写着 顺治三年春 如何开我坟 把进入墓中的一众官兵 吓得不行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结 有胆子大的绕到石碑后 后面还有一段话 写的是 贝勒贝勒天下无敌 生于北方 死在浙止 这段话顿时让人毛骨悚然 那位王爷也带着人落荒而逃 回到自己的领地后 这位王爷觉得刘伯温神通如此大 自己必定会死 于是没过多久 竟然真的就一病不起 病死了 这个传说让刘伯温更是成为了出神入化的神算子 也让人们对他的生平更加好奇 刘伯温一生算到的不只是今世 还有多年后的现世 抗战时期 名声大造的申报 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说是在浙东地区 修桥造路时发现了这样一块碑文 上面写着 而刘伯温正是刘伯温的名字 伯温则为他的子 另外刘伯温对天下事 他的预测也不止这一处 公元1627年 据《纪元》《纪索记》《卷武灭竹记》记载 天启七年四月 安徽霍山县因连日大雨引发洪水 过了十一日 洪水退去后 人们在路边发现了一块被洪水冲出来的石碑 这块碑文上写有刘伯温留下来的话 其大意是 朝代的更迭和起义的开始 有趣的是 童年天启皇帝驾崩 陕北农民起义 从此 明朝逐渐不复存在 原碑文如此写道 天秦命逢下甲子 黎民涂炭 饥荒死 奴备盗从民大乱 定故安邦 血流楚 只恐墓上生铜铁 是是非非 方信武 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古人古是真假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或许多年之前 真有这样一位神人能掐会算 道尽天机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安徽挖到皇帝墓 出土一只癞蛤蟆 专家称古代女子的最爱 在安徽一个农村里有一个巨大的土墩 当地的老人介绍着底下埋藏着一个皇帝 很多年轻人都不相信 但是这个地方一直都保存的比较完好 当地的老人也自愿组成守灵人保护这座古墓 后来为了配合城市建设 这个地方也不得不挖掘出来 于是就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 经过专家们的挖掘 这个古墓是三国时期的 而且全部都是砖石垒成的 整体呈长方形 里面的规格也是比较完整的 而且根据出土的墓志明 专家可以判断 这个古墓是三国时期吴国的第三位皇帝孙修 这座古墓的出土也证实了历史的记载 而且从出土文物上面 也可以看到永安字样 这正是孙修在位时期所使用的年号 专家们还发现古墓中一共有三具尸体 其中包括一男二女 这和史料中记载的 在他驾崩之后和自己的妃子葬在皇陵中 也比较吻合 但是一具女性尸体 却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因为在他身上 有一件做工非常精美的金龙 在他背后还有一只癞蛤蟆 专家表示 在道教中 癞蛤蟆是长生不老的神物 也是古代女子非常喜爱的东西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